我們真的很相信警察 卻沒有想到是這樣子的結果 語氣充滿無奈 劉小姐手拿報案三連單 對鏡頭指控警察 處理流程有瑕疵 因為今年四月初下午一點 漢先生到臺北中山區 迎城看電影 遇到一名外國人出言辱罵 原警到場卻沒超入 外國男子手機號碼 事隔半年卻還找不到人 那在坐下來的時候 有發出一些聲響 那可能那位外國人 他覺得他被打擾到 所以他就從後面靠近我 很大聲的就罵了一堆 他就一直強調說 歐洲文化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看個電影無辜受委屈 更氣的是原警處理態度冷漠 劉小姐四月三號當下 提告外國男子迴損恐嚇罪 一直等到這個月二十號 才收到公文告知沒能破案 城牌原警回覆是語言問題 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致電給派出所值班原警 表示用自己的方式處理 對方就回洽 我能阻止你嗎 直到劉小姐投訴到分局督察組 所長才道歉 強調原警資質有落差 會再多教育 這回處理原警還是名菜鳥當下沒掉進日器秘錄器 案件擺了半年沒有進展 對此狹虛分局也坦誠疏 會盡力追逐嫌犯 還給當事人一個交代 華語新聞交得勝 陸語心特別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